今天是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最高院大法官巴雷特提名确认听证的第一天 参议院的听证会将持续四天,采用现场和远程相结合的方式 除了议员们可以选择是否现场参与听证外 依据防疫要求,此次听证会严格控制现场人数 不仅没有旁听的民众,议员助理也无法进场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希望参议员在这次听证中能够保持文明和礼数 2018年对卡瓦诺大法官确认听证时 民主党参议员依据所谓性骚扰指控 对卡瓦诺进行了人身攻击式的质问,让美国人记忆犹新 在听证会前,美国律师协会对巴雷特作为大法官的资质评定是 资质良好 民主党人计划在本次听证中,用是否废除奥巴马健保,是否允许堕胎这样的政策性议题来挑战巴雷特的资质 巴雷特在开场陈述中表明了自己对法院和法官应该担当角色的立场 But courts are not designed to solve every problem or right every wrong in our public life The policy decisions and value judgments of government must be made by the political branches elected by and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The public should not expect courts to do so and courts should not try 随着总统大选临近,代表民主党竞选的拜登和哈里斯对最高法院的态度被聚焦 但二人始终拒绝回答,他们是否想通过增加大法官人数来推进左派议程这个关键问题 拜登甚至说出选民不配知道这样的回应 对于大法官提名听证,13到15日,巴雷特将会回答议员们的问询 司法委员会计划22日进行投票 共和党方面希望不晚于27日进行全院投票确认 新唐人记者李澜、王海迪、纽约华府联合报道